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管理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管理学 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第18讲 因为时间的限制 所以在第18讲里面 为您准备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在今天一样 为您准备的这家公司叫做澳美 过去同学可能对它 认为它是一个澳美广告公司 可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从事于 整个的整合行销的一个传播业务了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整合行销的公司 或者是传统上您认为的广告公司 其实它是怎么用人的呢 那它有很多快智人口的一些的广告的一个产品出来 也帮很多家的公司做一些非常快智人口的广告 大家也耳熟能详 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去选择它的员工 它的用人哲学又是如何呢 今天就是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澳美的用人的一个管理了 好 那么对于一个整合行销的公司来说 其实重要的不是只有一个创意idea而已 重要的是它如何有全方位 而且是有源源不绝的创意 非常持续的一个创意跟创造力的产生 好 所以澳美广告公司 其实对人才是非常注重的 它的一个创始人叫做大卫奥格威 他说其实我们不是一家广告公司 我们就好像是一家教学医院儿 教学医院要做什么 不只是帮病人 一方面是医院要帮病人看病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教一些的实习医生 让他们知道如何来应付一些不同的状况 所以以后等到他们学有专长之后 他们可以独当一面 来自己来操刀 来帮病人来做诊断了 所以大卫奥格威在人才的选择上 是非常的谨慎了 那么在人才的管理上 一般我们说所谓的选用育流 所以我们就用这四个构面来看一下 澳美是如何胜选人才 以及如何来教育以及培育人才 还有他如何来留住人才 首先我们来看到 澳美是怎么来胜选人才的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 澳美其实他要的是创作型的人才 是要有一些创意的 跟一般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白领 或者是蓝领阶级 是还是有一些的不太一样的 那么我们说他的一个创办人 叫做大卫奥格威 他就曾经参考了美国加州大学 有一个研究的一个教授 叫做Frank Barron 法兰克巴伦博士的 他的一个人格特质的研究 这个巴伦博士呢 他就是针对创意人才去做人格特质 结果发现呢 有创意的人才呢 其实他跟一般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大脑科学来看的话 从大脑科学以及行为的方面来看 他有以下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创意者呢 他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也就是呢 比一般人更能够正确的观察事项 第二个呢 他们对事物的感受会特别敏感 有时候跟我们一样 可是有时候呢 又跟我们呢不太一样 超乎我们的一个感受 第三个 他们的大脑有特定的部位 非常的发展 发达 所以他呢 有时候呢 能够看一眼 他的视觉非常的强 有人说他们视觉是我们正常人的 六倍到六十倍都有 所以呢 甚至于在他们思考的时候 他们瞬间可以抓住很多的概念 并且加以比较 所以呢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这种 综合体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解除能力 当然 因为他们思考的跟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所以呢 有时候在他们的逻辑思考世界里面会比较复杂 OK 第五个呢 有时候呢 他们对于一些虚无缥缈的 比如说幻境幻梦 因为他们比较富有创造力 所以呢 这一方面呢 他们会比一般的常人呢 这一部分的脑部火化更发达 当然他们也必须有强健的活力 在我们所谓的多元智力上 他们的创造这一部分 以及体力呢 也要非常的丰富 好 所以呢 大卫奥格威呢 就根据这一份的报告 首先第一步 在有关于创作或创意人才的上 一定要先具有这些的特质 所以作为他选人的一个什么标准 那这些人他怎么选出来呢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如何选出澳美人 他就是以这些的人格特质呢 他就是开始去应征 那大部分的应征呢 是比如说他是公开的征选 或者是这个内部的员工的推荐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管道的推荐 认识的推荐 可是推荐之后呢 第一个呢 可能他要先看作品 或看一些的习作 或者是出个课题 因为呢 光是面谈还是不够 还要看对方是如何来表达他的想法 如何来观察 观察以后又如何的诠释 又如何的做表达 好 接下来要面谈 还有更重要的 他们有所谓的试用期 试用三到六个月 一般来讲呢 澳美公司认为呢 六个月是比较准的 三个月还是稍微短了一点 六个月之后呢 就有两个选择了 聘跟不聘了 好 如果聘的话呢 就开始要用了 可是他们在这个用人的时候呢 其实你一定会想要问 老师去澳美的人 是不是一定都是广告相关科系的呢 其实不然 他们里面也有一些的创意总监 是学物理的 是学国文的 都有 所以呢 这些的创意总监 也自己因为他某方面的 个人的喜好 所以他也有一些的发展 跟发挥 所以呢 事实上对澳美来讲呢 不见得一定要用同行的人 甚至于有一些 已经有工作经验 可是过去工作经验 不见得是在广告界的 他们也很喜欢来用 因为他们认为 这样子的一个创意 才不会受到 以前的一个 刻板印象的一个拘束 好 选到一个人之后 那开始要来怎样 要来使用他跟培育他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澳美如何来培育人才 首先我们看他 怎么来训练这个人才 澳美的训练 其实是非常多元的 在一开始一个新人进来 当然有所谓的新生训练 或者是新人训练了 那么新人训练呢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他来熟悉 整个的公司的文化 公司的规定 以及让新旧员工 互相了解认识 他们呢 也常常有定期的办公室训练 这个几乎每个礼拜都有 就是由办公室的主管 带着员工做一些的沟通 或者做一些的经验的传授 还有他们所谓的密集训练 也就是呢 大概呢 就是每个月 会有一次三到四天的密集训练 场地呢 通常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而是出去到外面 那么他们也聘请了 除了内部的高阶主管是讲师之外 他们也聘外部的讲师 还有一些观念上 而且他们的内容不见得都是属于 设计啊 广告相关 他们也有一些管理课程 的一些的外部讲师的分享 好 不打紧是在国内 还有所谓的什么 海外训练 澳美呢 在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分公司 所以会在不同的分公司呢 比如多伦多 伦敦 南非 印度等等 他们有一些的海外的一些的交流 甚至有一些高阶主管 有一些不定期的训练 这些呢 都是澳美所提供的训练 除了这些的训练之外呢 他们在内部还有所谓的师徒制 就是一个中高阶主管呢 他一定要带了一个什么 徒弟带一个新人来教他 所以难怪大卫奥格威说 其实我们不是在 这个办广告公司 或行销公司 我们是 好像是一个在办教学医院一样 的一个心情 来教导我们的后劲跟后辈 当然呢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 澳美就形成了一个氛围 不只是新人 不只是刚进公司 不久的新人 甚至于 已经经历非常久的中高阶主管 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 就是什么 除了公司有这些定期不定期 国内海外的训练跟培训之外 更重要是自我的成长 所以他们不断地去各方面 去吸收知识 OK 好 当然还有公司也提供一个 很好的平台 就是员工的知识管理 在这个知识管理 一定要建立一个 很完整的知识管理系统了 那么在这个知识管理系统呢 那么他们就把这个资料库呢 就叫做藏金格 就是里面蕴藏很多的黄金 那么 那要用什么样的精神呢 所以就开始呢 整个公司就开始去票选 这个我们要为这个资料库 那我们员工要用什么精神呢 他们就提出来叫做 吐蕃鼠精神 要用吐蕃鼠呢 不断地在这个知识管理的 一个资料库里面去挖掘 过去前人 他们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然后不断地去挖掘 并且加上自己的一个 新的想法跟idea 创造出源源不绝的 一个创意出来 好 那么当然呢 在这个公司里面 绩效好的继续被留任 那绩效不好的 可能就要被辞退了 所以澳美其实也有 也会辞退一些的员工 那也会有一些的员工呢 有一些的流动 那么对于绩效好的 当然继续在澳美公司里面 所以事实上 有人就问了 澳美公司你辛苦的 去培育了这些人 可是后来他可能跳槽了 那你不是帮人在培育公司吗 可是澳美认为 其实即便有员工跳槽 这个也不会改变他们 培育新人 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用心 他们认为 借由刚刚上面的一些的方式 他们可以做好 很好的人力资源管理 OK 好 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我们继续来想一想 第一个让我们来想一想的是 那么澳美公司的 员工训练的目的是如何 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有一连串的训练 它有所谓的新人训练 办公室的训练 密集的训练 或者不定期的 还有海内海外的训练 我相信这些的训练 当然公司也要付出许多 这些的训练 其实都是在装备员工 好 让这些的员工 在知识 技能 行为上 越来越更进一步 而且在这个观念认知上 越符合公司的企业文化 所以它训练主要的目的 我相信是在装备员工的 知识 技能有所增进 而且对公司也会更认同 好 第二个让我们来思考的是 您认为对一个创意人才 我们说有选用预留 对不对 您认为哪一个比较重要呢 有同学说选很重要 因为这是第一步一定要做好 对不对 好 选了 而没有好好的训练 没有好好的培育 可能也枉费人才 好 那如果呢 好的人才 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奖励 或绩效制度来留住它 那也很可惜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认为呢 这四个是环环向口 都很重要的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主要重点内容 有哪些 今天呢 首先我们要来说明 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并且呢 介绍 依着选用预留 依序来介绍 人员的招募 训练发展 绩效评估 以及来说明 讨论一下 有效的劳资关系 应该如何来维护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呢 其实这个名词呢 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 比较常用的 过去呢 我们常用叫做人事事 负责管人就叫做人事事 或者是人事行政部门 那么人事行政部门 跟人力资源管理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们来给它 超级比一比 我们就会发现 顾名思义啊 叫做人力资源管理呢 人力资源管理 当然就把人 看成是公司的资源 所以呢 如果称它是 人力资源管理 或者是公司里面 把部门叫做 人力资源管理 可见这个公司 是比较强调 人性化的管理的 因为它认为 公司里面 重要的资产是人 所以要把这个资源 好好的运用 好好的培育 来发展优秀的人才 相对的 公司或组织 也能够创造一个 让员工 能够充分发挥 它潜力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看到 人力资源管理呢 依照我们刚刚看到的 跟人事行政不同的话 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好的一个 人力资源管理 其实最重要的 第一个叫做 事财事所 也就是管理者必须 以适当数量的合适人员 要符合工作 以及他的人格特质 要符合 而且不需要有容缘 就是有不当的人 在那边 把这些合适的人 安排在适当的职位 所以他们才能够 既有效率又有效能地 完成任务 达成组织整体的目标 所以我们发现 要完成这样的一个 合适的人 适当的数量 在合适的位置 所以下面这四个步骤 就很重要了 这四个步骤 就是刚刚跟您提到的 选用预留了 选就是要进行 人力资源跟评估 我要看看公司 未来的一个发展 是需要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目前有多少人 目前的人是过多 还是不够 过多的话 可能要进行太监了 那么不够的话 我就要开始进行招募了 这是学 那么用跟欲 就是我要好好的训练 这些的员工 好 让他们在工作的 这个操作上 能够怎样 更有效率的 所以我必须给他们做训练 训练是比较短期的 长期来讲 我也要培育他们 有某种的什么 不只是技术性的操作 甚至概念上的一些的进步 跟开拓他们的视野 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就是留 留不留呢 那当然要经过一个 考核绩效的一个评估 那么让员工呢 能够表现好的员工 他也能够愿意留在公司 不会轻易地跳槽 当然公司也要有一套 很好的绩效 或者是讲成制度了 首先让我们先从选这个部门 先来先看一下 选呢就是要去招募员工 招募的员工 也可以有从内部外部 或者请中介公司来协助 那么最主要的 最常见的呢 第一个就是从内部来征选 也就是我的部门需要有员工 那么我就开始在公司内部 张贴公告 有哪些的员工 愿意来我的部门呢 那么这样子的内部征选 有一个好处是 我所招募来的员工 他其实以前就在我们公司里面 只是不同部门 而他愿意换个部门 其实对他来讲呢 也有一些的诱因 可能换个环境 对工作的熟悉 不同业务的熟悉 甚至于他换个职位 可能对他来讲 也有一些升迁的机会 对组织来讲呢 因为他过去熟悉 整个的组织文化 所以这一部分呢 用内部征选 是比较成本比较低的 而且征选来的员工 对公司也比较熟悉 所以不需要再去 花很多的时间 来熟悉内部的文化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 没办法注入心选 可是呢 另外一部分的一个 征选方式就是 由外部征选了 外部征选的优点就是 我可以张贴公告啊 或者是委托仲介公司 帮我去做大范围的一个征选 那么因为我的范围比较大 优点是 我可以有一些的新人 带来一些的新气象 缺点呢 可能就是我所花的时间比较长 成本也会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 我透过人力仲介 现在非常常用的 有一些的科技公司 或一般的制造业公司 它会有一些的什么 人力派遣公司 所派来的人力 也就是说这家组织呢 这家企业先跟人力派遣公司 先签约 我们在某一个时段 我们需要哪些技能的员工 那么派遣公司呢 它就帮我去训练 所以呢 它也如期的在那段期间呢 有一批人来我公司工作 等到我们的契约合满 任务完成 这批员工呢 又再回他原来的单位 它的好处是 对我的公司来讲 我非常的省事 我不需要自己再去 聘一个特定的 专任的人 在那边 我还要付他薪水 而是我因着任务的需要 非常的弹性 来运用这批的人力 缺点呢 就是这些的外派人力 可能对我们公司呢 没有组织成认同感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缺点 要考虑的 另外一个 我们说也可以用外包 比如说我的公司 我很想要知道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品 市场的反应如何 所以我希望有 做一些市场调查 而公司没有市场调查部门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可以委托外面的 管理顾问公司 广告公司 帮我来进行市场调查 这个叫外包 外包的好处 跟刚刚的人力派遣一样 我不需要有专设一个专职部门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 这个市场调查的人员 可能对我公司不够熟悉 对公司也没有认同感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说呢 这些的方式各有不同 所以呢 公司可以弹性地去做运用 刚刚讲到另外 还有不同的招募方式跟程序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继续 刚刚说明完了招募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通常的招募方式 或者应征方式有哪些 最常见的就是 一开始要先申请了 可能是书面的申请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说 不要以为面试 才是要给人家好的第一印象 写好的一个履历表 这个履历表可能就是 你给对方的第一印象了 所以你的申请表 你的履历表 一定要做得非常仔细 而且不能够有错字 好 第二个 有些公司可能会要求 你来进行一些的测验 这个测验可能是 纸笔的所谓的性向测验 或者是有一些的 这个实物操作的模拟测验 甚至有些公司要求来面谈 透过跟你之间的互动 来决定是不是 这个你很合适 尤其现在服务业 有些人就强调了 也有研究显示 尤其是服务业的面谈 把自己打理的比较整齐 其实对你的面谈 是有加分的作用的 甚至有些的单位 会进行一些的背景调查 所以有时候 在你的履历表里面 也可以放一些 就是参考人 或者是推荐人的 一些的电话或者email 好 让你的应征单位 能够直接跟他们联络 当然你放的这个 推荐人或参考人 一定是跟你 有某种程度的熟悉 而且他会说 你是很值得 被推荐的一个候选人 好 那么 谈完了选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用 用跟育 那就是员工训练跟发展了 首先我们来谈到 员工的训练 员工训练 一般最常见的新人进来 一定要新人训练 或者是新生练习 新生训练 新生训练就是让新人 熟悉公司的内部 同时让新旧员工 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第二个就开始 进行员工训练了 员工训练就是在员工目前 他的一个工作操作上 帮助他更有效率执行的一种方式 所以员工训练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叫做在职训练 也就是我利用我工作上班的时候 来增益我这一方面的技能 另外一个叫做职外训练 也就是我另外 牺牲我休闲的时间 或者是我下了班之后 我再去学习的一些的课程 当然不管是训练也好 培育也好 公司还要进行一项 非常重要的叫做工作分析了 这个工作分析呢 就是我公司要先要了解 目前我的公司 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达成 现在以及未来 我需要哪些工作需要被完成 而完成这些工作 需要具备哪些的技能 需要多少人 所以我从这里就开始去评估了 那这些人我如何在既有的员工里面 透过讲习训练的方式 能够装备他们 好让他们在技能行为知识上 有些长进 甚至于有些公司 它会有一些的什么工作说明书 或者是工作规范书 要求员工呢 必须按照这个步骤来执行 这是有关于训练的部分 另外一个我们就说了 选用欲 欲就是发展了 就是员工发展了 那么同学一定会问了 老师那员工发展 跟员工训练不一样吗 严格说起来 两个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们大概可以用一个表格 来做区分 您就可能会比较清楚地来了解了 在这个表格里面 您可以看到 员工训练跟员工发展 与人员内容动机时间都不同 我们看到员工训练是针对非管理人员 针对他的技术性的操作 使让他能够有效率地 能够达成工作目标 所以他的时间是比较短 而且是具有利己性的 马上他就可以现学现卖的 现学现用的 而发展是比较是偏向于管理阶层的 所以他们一般的发展的一个 培育的过程内容 是以概念化的一个构想为主 也就是让这些人员 能够获得一些知识性的概念 所以发展是比较长期的 而且也是比较逐步渐进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人员部分 训练比较是属于非管理人员 而培育是比较管理人员的 另外有个学者叫做卡兹Kates 他又把这个管理跟训练 应用在这个管理人员 以及非管理人员 又用一个图表来表示出来 或者从这个图表 你又可以进一步地来了解 在这个图表的右半部 指的是管理人员 而管理人员他强调的是 必须要透过发展 来取得管理的概念 所以您可以看到 管理人员借由发展 取得概念化的能力 是多过他技术的技能 那么我们再看到左半部 左半部指的是非管理人员 非管理人员主要是 以目前的技术技能的提升为主 所以技术技能的训练 是大过于他概念化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透过训练 帮助他提升目前的技术或者是技能 同学可以利用这两个不同的表跟图 做进一步地了解了 选用欲之后就是留了 留就是要把员工 绩效好的员工给留住在公司内部了 那我怎么知道他的绩效好不好呢 所以首先就要来进行绩效评估 所谓的绩效评估呢 以文字的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以组织建立的绩效标准 作为衡量员工工作成果的依据 所以有一个事前的标准来衡量 那么这个衡量的绩效评估必须要公正客观 而且呢必须能够供员工个人来做自我考核 甚至于自我检讨跟改进 所以一般的绩效评估方式呢 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个是针对行为 一个针对工作绩效 一个是对组织的贡献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一个绩效就是工作行为 也就是说员工我要评估你 你的行为是不是有按照我们的工作规范 或工作说明书里面的步骤来执行 你的工作态度是不是良好 这是以工作行为来做绩效评估的标准 第二个就是实际的工作绩效 比如生产线的就是以它 每个月来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效能如何 生产量如何 或者是业务员 就是看它一段时间来 它所创造的业绩如何 那么第三个就除了工作行为 工作绩效 第三个就是对组织的贡献 就是这个员工所做的 对整个组织是不是帮助很大 是不是对整个组织的目标达成有贡献 好那么常常在评估的方式 就有很多种 比如有概括性的续聘不续聘 这就是概括性的留不留 或者是有些公司非常强调的 你在某些的关键事件上 所以就会有一些关键事件的评估 比如有些公司就很在意 你有没有这个证照 你有没有从事什么的员工讲习 你有没有几点数 这个就是关键事件 甚至有些在公务机构 它会做多人比较 必须有20%是一等 80%是假等 那多人比较好不好 可能不错 大家会产生压力 反正一定有人会被评为一等 一等可能就影响到我的升迁 跟年终奖金了 可是也会造成 那谁要被评为这20%呢 那每个人都会觉得 如果是我被评为20%的一等 我一定说这个不公平 那怎么样是不公平 里面比较公平呢 大家私下去瞧 对不对 今年你假等 我一等 明年再调过来轮流 所以是不是很公正呢 其实也不然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是目标管理 就是由员工自己 自定自己的目标 去做绩效考核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 其实公司会提供很多的绩效 来作为评估员工的 一个绩效表现 那我们发现呢 其实薪资是让员工 努力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 可是这个薪资呢 必须要注意到一个公平 那薪资的报酬除了金钱的报酬 其实还有非金钱的 非财务的报酬 这些的非财务报酬 比如一些的休假啦 健康医疗的补助等等都是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 什么样是有效的 劳资维护的关系 其实劳方努力的工作 帮老板赚钱 老板赚了钱又给员工加薪 不是 这不是互相都得到益处吗 可是常常我们看到 和谐的劳资关系 却是很少的 非常显见的 怎么样能够维护好的劳资关系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相互尊重 第二个呢 必须有效的沟通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 必须在讲诚制度上 必须要能够非常的公平 如此 有这些基本的概念之后 劳资关系就会比较和谐了 以上就是为您所分享 我们所有的18奖到今天全部讲授完毕 谢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精益求精 平安 健康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